本席各位好 非常感谢赵伟 今天终于把我们电影法的修正案 排入了立法院的议程 那今天只有本席的一个草案的版本 但是事实上已经灿然大倍 那么本席的这个版本呢 我稍微对照了一下 今天文化部部长所提的书面报告里面 有关于文化部未来要修的电影法 主要的修法重点一一比对 所有在今天文化部报告里面 未来文化部准备的修法重点 全部在本席今天的草案里面 已经有完整的对应的条文 所以可以说这部法案呢 它的草案的内容 其实跟文化部即将要走的方向 文化部几乎是一样的 当然这部草案它的历史 也可以从98年当时本席参与 新闻局所提出来的修法的过程 提出修正意见 并且要求开两次公听会 参与两次公听会以后 结合我们电影产业界的各方意见以后 整理出今天的这个草案 那么这个草案呢 近来已经一年多了 已经躺了三个会期 今天是第三个会期 所以这个草案当初修订的时候 甚至于主改都还没有完成 因此主管机关还是新闻局 可见就是说 从新闻局98年审过一次以后 到文化部成立到现在 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文化部并还没有去动 电影法要修改的这一个念头 那相当的遗憾 不过这一次感谢赵伟 排了进来以后 我们希望看到今天联合报部长 也非常这个积极的 要去显示出部长 也是要这样做 但是部长今天在新闻上说 这些都是我要做的 可是我下会期才要做 我想这样不好 既然今天部长 在新闻媒体上用半板做出说 好像今天要审的是文化部的版本 没有关系 我愿意把这一个所谓的提出 电影法的这个形象 也献给部长 没有关系 好 虽然今天一大早记者看到以后 哈哈大笑 说今天到底是要审管委员的版本 还是要审文化部的版本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样很好 但是今天既然部长 已经对社会这样的承诺 我希望你不要用这样的承诺 反而去阻挡我们修法的程序 希望这个会期文化部的版本 赶快送进来 我们在这个会期把电影法 做一个很好的修改 为什么要修改 这部电影法 是威权转型自由化以后 重大法案里面 尤其是文化产业的重大法案里面 还停留在威权管制的 掐死喉咙的时代的一部法案 所以这部法律 无论如何一定要修改 本席的版本主要呢 着眼于三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思想的解放 第二个重点是制度的松绑 第三个重点是扩大辅导与奖励的范围 让我们的国片可以国际化 可以自由化 那有关于思想解放的部分呢 最主要呢 我们废除了旧法里面的第三十三条 三十四条跟二十六条 举凡有关要求国产电影 必须弘扬中华文化 配合国家政策 激发爱国情操 惨扬伦理道德 要不损害国家利益 民族尊严 要提不能提倡 邪说混淆视听 不能污蔑古圣先贤 或歪曲现实等等这些 威权时代不合时宜的条文 我们一概把它删除 做了打破威权时代 不合时宜条文的思想解放 最重要的是制度松绑的部分 我们废除了电影从业人员的登记制 电影从业人员 电影从业人员的登记制 我们给他废除了 而且负责人的消极条件 我们也给他废除了 譬如说学历的限制 譬如说不能有犯罪记录等这些限制 我们让他回归刑法 那么有关于电影检查制度 我们也给他废除了 有关于电影广告的事前审查制度 我们也废除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废除了电检 长期以来的电影检查 电影片必须经过检查 检查他有没有提倡无机邪说 或混淆视听 他有没有污蔑古圣先贤 或歪曲事实 他有没有违背国家政策或政府法令 等等等等 要审查无数的这个内容 都是威权时代的产物 我们把电影广告 电影片的广告跟宣传品 要事前审查的制度 也就是31条 我们把它废除了 本来原来现在的电影法规定 所有的广告跟宣传品 都要送主管机关审定以后 才可以播出跟张贴 我们把它废除了 消极资格 包括学历的限制 也把它废除了 我想这些制度的改革 非常重要的是 让我们的电影事业 它可以自由化 可以国际化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扩大了许许多多 政府的辅导跟奖励措施 那么所有政府的辅导 跟奖励措施 包括人才培育 跟教育扎根的奖励 创意研发的奖励 金融辅导制度 也授权文化部 你可以去建立 积极建立金融辅导制度 跟财政 所以刚刚部长讲的 要跟财政部门 去取得协调的这个东西 我们在母法 只要有所授权 你们事后再去谈就可以了 不要等谈好了 再把法律送进来 在本习的条文里头的第五条 第一项第六款 就已经授权了 所以这个不应该用这种理由 去阻挡法律的进度的 所以金融辅导也在里面了 国内外市场行销的奖励 也在里面了 辅导提升设备跟技术的奖励 也在里面了 促进我国电影事业发展的 第五条 几乎各个面向 我们都列了进来 尤其是我们授权 授权主管机关 可以去考虑 是否要制定国片院线 以及去规定应演业 应演国片的时间 这个东西我们也放在里面 所以如果说我们第五条 第六条的相关的这些辅导 跟奖励的措施扩大了以后 哪一些要用因 哪一些要用德 我们可以重新整理 但是这一步 因为十分的扩大 而且有积极性跟强烈的措施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草案 本席暂时用德放进来 但是本席希望将来修订出去的时候 也可以把德跟因 因作为跟德作为 再予以区分以后 我们修订以后再出去 无论如何 今天本席的这一步 电影法的草案 可以说是 从旧时代 从旧时代 迈向符合新时代的电影法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而且内容十分的完整 灿然大倍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既然今天部长在报纸半板这样说了 说荣应台要去打破威权的签字 要修电影法 就不要去说 我要做 但是我下会期才要做 我们很感谢 我们的招伟 在这个会期把这个法案排进来 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提醒文化部说 你忘了这件事 不要再让我们等了 已经等到第三会期了 这个法案已经等到第三会期了 我们希望文化部在这个会期 限期能够提出你们的草案 然后我们并案审查 这个会期把这个仍然十分荒谬 我们的文化产业要发展 仍然充满了思想的控制 跟制度的绑锁 我们要为我们的电影发展 做思想的解放 跟制度的松绑 还有扩大奖励与辅导的这个新的电影法 希望赶快让他上路 希望部长拿出魄力 不要说反而我们都排进来了 而且法案已经这么完备了 这么完整了 然后呢 却只因为部长一句话说 我下会期才要送进来 我们又要延宕这么久 所以呢 政务官还是希望 有一种心情 那种心情就是说 我不知道明天还是不是部长 希望用这种心情 在这个会期 我们把电影法的修改 能够完成这一个时代的任务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还停留在威权时代的电影法 我们的电影产业被绑得死死的 它没有办法自由化 没有办法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法律 我想无论如何 我们一定要加快脚步 那这里面呢 大概业界还有争议的呢 大概是两个条文 一个条文就是 国片院线跟国片应演业的 这个应演国片的时间 要不要规定 有两派看法 另外一个是 从业人员的登记制 有两派看法 工会是说保留由工会来登记 但是比较多的意见是认为 如果要国际化 你还采取登记制的话 会影响国际从业人员 来参与国片制作的这个意愿 跟效率 所以呢 主要是这两个部分 在两次公厅会的时候呢 我们从业人员电影业界呢 对这两个部分 还有两派看法 但我觉得这两个题目 这两个问题的两派看法 是非常容易整合的 所以在本席看来 这个会期通过电影法的修改 是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 那唯一的障碍就是 文化部没有版本 那我们希望文化部 赶快把版本送出 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